就在这时,瓜姐和婴也来到了雾米尔兴,却被红骷髅告知,要牺牲一个最爱之人的神秘,才能得到灵魂宝石。 两人都希望对方能活着,但为了拯救所有消失的生命,他们就必须做出选择。 但最终,瓜姐还是跳下了悬崖,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灵魂宝石。 另一边,莫德两人来到了摩拉格星,等待星爵的出现,很快嘎嘣之王星爵就闪亮登场。 一拳放倒了星爵,然后顺利拿到了烈养元石,就在他们准备返回的时候,星云却意外和过去的星云产生了记忆串联,导致他没能及时回到未来,也让灭霸看到了未来的所有事情。 于是他将未来的星云抓了起来,然后让过去的星云假扮全未来的星云去未来。 当众人都回来疯,没看见瓜姐,阴眼悲痛地跪在地上,众人已经明白了一切,为了不辜负瓜姐的牺牲,众人决定立刻完成他们的使命。 基地内,托尼火箭班纳共同研制出了纳米无限手套,并将又可宝石装了上去。 现在难题来了,回来打这个妖魔响指,托尔斯告奋勇地站了出来,说他是最强复仇者由他来肯定没问题,却遭到了众人的阻拦,生怕他一个响指下去,复联就多出了一个啤酒场。 因为宝石释放的能量主要是伽马能量,仿佛班纳就是为此而诞生的,最终还是决定由班纳来打响指,然后众人立刻进入了防御状态,托尼也启动了基地的封闭程序,班纳缓缓戴上了手套,一股巨大的能量瞬间涌了出来,班纳顶着巨大的能量打出了响指,托尼帮他做了简单的治疗,这时阴眼的手机突然响了,正是他妻子打来的,显然他们成功了,但还没来得及高兴,灭霸的飞船发射了导弹。 原来过去的星云打开了量子通道,让2014年的灭霸来到了现在,众人都被压在了废墟之下,班纳举起巨石救下了罗德和火箭,阴眼刚找到无限手套,就遭到了外星怪兽的追击,他一边跑一边反击,刚解决了身后的追兵,这时过去的星云走了过来,不知情的阴眼把手套递给了他,好在过去的卡摩拉和未来的星云及时赶来,两人联手干掉过去的星云并夺回了手套, 小彩蓝霸的岭霸的飞船